比如說你看到南部生活上 你是不是現在有人說你上次是黃帝 我只是不想去南部看到那年輕人 重點是年輕人 你不要老是把南部誇大 請民進黨面對問題 不要製造那個分裂對立仇恨 民進黨最大特色叫做分裂對立仇恨 從以前那什麼本審人外審人開始 後來叫什麼天龍國跟非天龍國 搞到最後最近是那個男性跟女性的爭執 我只是不小心去南部看到那年輕人 重點是年輕人 你不要老是把南部誇大 結論是這樣 請民進黨面對問題 不要製造那個分裂對立仇恨 怎麼弄都只有這一招 吳子佳說你會開演唱會民調掉了三趴 不開也可能掉三趴 主席你說郭台銘參選 好不好不開不開掉更多 所以深呼吸放輕鬆 其實我不需要回應你們的話 只是我不講你們今天回去就沒有袋子可以撿了 你說郭台銘參選的話大家都完蛋 那你會覺得他是以戰逼合嗎 那另外你剛剛在廣播上也說 不是不可能跟他合作只是很難 所以現在是還有留一個底下不對了 台灣民眾黨已經經過程序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如果要換總統候選人 我這個跟他走程序就不得了 在現有制度下的限制 所以說很難就是這樣 找郭台銘來當副手嗎 唉 他也不是喜歡當副手的人 很多事情不必預設立場 時間久了自然會 每次我喜歡引用那個朱柔季公園的話 勝負都會找到他的出路 因為他現在一直在打這個要藍軍回歸 所以你覺得他的民調有可能是會超越 他現在已經被逼回那個 那個什麼國民黨傳統路線 要接受九二共識要接受什麼 這個就是固守基本盤 不管賴清德或郭友宜 在這場選戰當中都已經趨向戰略保守 但是這個對台灣的整個國家發展是不利的 我們還是要勇敢的面對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結果每個人都回去擁抱自己的基本盤 對台灣的社會的發展沒有開箱性